大家好,欢迎收看佳乐底日之 今天来给各位看看日服新万圣节的最终情报 首先是九灯童子为Caster 我特别喜欢他吐气的那一段啊 嗯,Caster都要打近战就对啦 九灯有望代替美迪亚 成为最平民的单体数值了 真的是九等了 本次的活动方式为特异点地图融合讨发战的形式 并且有点数机制 点数为tomoraji点数 加纯角色,轻一色都是正态罗莉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素材有非常新的极光钢素材 主线开放为逐日开放 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会开两化 一如以往的万圣节 本次也有三种礼装可以兑换 狗哥钓鱼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致敬HA中的桥段 FISH 本来讲说啊,大家一定都知道 不用特别讲 但其实FGO的萌新 其实还蛮多的 还是说一下好了 黑墙傻 万圣节啊,一向都是礼装的关注度最高啊 本次依旧是REDROP固定班底 历年的REDROP礼装啊都创造了不少话题 这人其实真的蛮会玩的 欢迎去他的推特看看啊 不过我个人除了野兽学妹外 都不太感兴趣了 特别是今年的黑墙傻 比去年的还更不喜欢了 唉,可惜 李舒文与挪炸的黄金神威 老实说蛮多人第一眼都认不出来这两位角色的 中国心灵很常出现这种认不出来的问题 最常有这问题的是金科三藏跟挪炸 这个礼装有无敌贯通啊,算是挺有价值的 卡面也是我最喜欢的 三个礼装都有朋友点数加成 还各自会有绿、蓝、红、厨房的活动加成 倍率为100%至500% 由朋友点数决定倍率 接下来是刻印系列 天之蝎太强了啦 搞得后面出的都像智障一样 本次是屠龙系列 我觉得与其放给其他角色啊 不如丢给有龙退攻的角色来装啦 让强者变得更强 齐格飞又更能的屠龙真是太好了呢 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三星刻印啊 可以解除一个弱体 至于是随机解还是照顺序解 还有待验证 不过用一张指令卡就可以解除一个弱体 真的是太赚了啦 伴随本次实装的新功能 可以直接覆盖两星以下的刻印 所以在好刻印出来前 可以随便装没关系 另一个是个别设定宝具演出速度 依旧没有宝具skip 也可以设定初次使用的宝具会等速演出 显示机制的优化 可以看到上次打的关卡 打到失智的时候可以用 接下来是大家最关注的卡池啦 或许多次使用的宝具 这样说 好么 这个是什么 mobile sira 小白 我 小白 アルタエゴ、藍卡單體寶具 由此驗證全體寶具都是巨乳 單體都貧乳 寶具與白質相度比較殘烈 主要還是抽愛 我不是特別鍾愛伊莉亞 不過這件衣服倒是挺對我胃口的 伊莉亞為故事限定角 如果你平常都不抽故事池的話 那這個角色跟期間限定角沒兩樣 三個旅裝我覺得都不錯 抽都可以抽 以上就是本期的迦勒底日誌 11月2號會上傳新的角色格影片 敬請期待